女神这一称号大家也许并不陌生 作为虎扑论坛的传统保留项目 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直男审美的标杆 历任虎扑女神也是风华绝代 比如贾静雯 邱淑珍和刘亦菲等人 还有虎扑直男们常说的 流水的冠军铁打的高圆圆 也看得出高圆圆在虎扑直男心目中的地位了 那么如果一位网红 她没有高圆圆的条件 要怎么做才能成为虎扑论坛中直男们的女神呢 对于这个问题 近日有一位名为请给我一个冰淇淋的小网红 给出了她的答案 这位小网红可以说对直男们的审美颇有研究了 她只用了四个步骤 就让自己在虎扑论坛上爆火 第一步穿上球衣 这是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 虎扑论坛上喜欢足球或者篮球等球类运动的人 占绝大多数 也没有直男能够拒绝一位 身穿自己支持的球队球衣的女孩 再加上球衣一般比较宽松 所以冰淇淋也是抓住这一点 大玩儿下移失踪 直戳宅男的审美点 冰淇淋完成第一步后 就已经成功将直男们的眼光吸引到了自己的身上 紧接着就是第二步了 有句话说得好 和爱在性感面前不值一提 所以冰淇淋并没有走清纯的球衣女孩路线 而是拍下了自己前途后翘的魔鬼身材 竭尽所能地展现自己的身材曲线 再加上一张清纯的小脸 一部唇玉风扑面而来 就这样 古铺论坛上的宅男们就被她轻松拿捏了 当然 现在的网红发布自己的美照之前 P图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 该技术的强大相信大伙都见识到了 发展到现在的P图技术 已经不仅仅是眉与丑的差别了 甚至能够实现性别互换 所以为了展现完美的自己 吸引更多的宅男 冰淇淋自然也熟练掌握了P图技术 经过以上三步 已是万事俱备只差发布了 于是冰淇淋带着一堆自己的美照 入住虎扑社区 瞬间迷倒了无数宅男 也顺利让自己成为了新近虎扑女神 从照片来看 无论是正面罩还是背面罩 冰淇淋的身材都堪称完美 同时他也完全懂得 将宅男们玩弄于鼓掌之间的精髓 首先要化清纯的淡妆 这可是个大工程 要花费很长的时间 画出最素颜的模样 相当考验化妆功底 其次要搭配略微凌乱的黑色长发 绝对不要选花花绿绿的跳脱颜色 这样才不会让人产生距离感 在服饰方面 在适当暴露的同时 保留神秘感 漏肤度上要把握好平衡 并且多选择衬衣和吊带的衣服 来凸显自己身材的优势 必要时也可以选择穿球衣 营造一种偷穿男朋友衣服的氛围感 事实证明宅男们很吃这一套 镜头的高低远近也是非常重要的 需要保持一种男友视角 同时冰淇淋照片的拍摄地选择 也暗藏玄机 乍看之下可能会觉得背景有点乱 不像是那种爱收拾的姑娘 但事实上 这样才能让住处和家具 都透露出一种平常人家的感觉 不会让直男们看了后觉得高攀不起 从而更好掌控他们 综上所述 冰淇淋通过妆容 服饰肢体动作和镜头的运用 在展现自己清纯面庞和傲人身材的同时 又给宅男们营造了一种义德的女友感 至此 虎扑宅男们算是彻底沦陷 那么当时冰淇淋在虎扑的人气 到底有多夸张呢 其帖子下 宅男们的跟帖咱就先不提了 就拿他的一场扑扑通通的直播来说吧 冰淇淋的直播首秀 不亚于一场NBA的焦点战 直男们封了一班涌进直播间 一度挤爆了虎扑的服务器 其直播的最高观看人次已达15万 要知道 绝大多数人上虎扑论坛是不会看直播的 因为虎扑本就不是一个如打直播的平台 但冰淇淋直播当天狂砍四个全占时热度 前六冰淇淋独占三席 堪称虎扑流量的半笔江山 第一次直播 他获得的礼物数量就盖过了其他热度周榜 多少虎扑网友第一次在直播里冲钱 甚至在下播后意犹未尽的宅男们 还会四处求他直播时的清晰截图 就为了多看心中的女神两眼 一时间冰淇淋永远的神 成为了虎扑直男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于是一些零碎的质疑声也被彻底淹没 冰淇淋继续晒着自己的美照 直男们也美滋滋地继续舔平 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好 直到有一天 话说虽然当时也有不少人在论坛上质疑冰淇淋 说他的身材和颜值都是靠P图才实现的 但在一场直播后 这些质疑声也慢慢消失了 不过大家也都知道 大部分的网红都只能活在网络上 冰淇淋也不例外 几张被偶遇的偷拍图 揭开了冰淇淋照片下的真面目 眼睛大小 你可以用太阳太刺眼来解释 那么这脸和身材真没法洗了啊 脸大了三圈 体重看起来瞬间增加了30斤 旁边还有一位男子 看起来还穿着情侣装 当大家看到冰淇淋这种实拍图的时候 虎扑论坛上瞬间都是梦碎的声音 榜一大哥估计也是扛着火车连夜跑路了 我们对比一下冰淇淋的精修图和实拍图 这哪里是虎扑直男们的梦珠女神啊 完完全全就是乔比罗翻版 顿时论坛上对冰淇淋的声讨不绝于耳 甚至还有网友给他取了个新的昵称 冰碧罗 面对这种情况 冰淇淋也是迅速发帖澄清 小作文还挺长的 余叔来给大家画一下重点 首先冰淇淋承认那张照片就是他自己 并且他说自己本就是丰满型 再加上当时穿的是一身宽松的衣服 看起来壮是理所当然的 顺带他还谴责了偷拍的人 在澄清声明的最后 冰淇淋还预告了一场直播要自证身材 在直播中看得出来他身材确实很丰满 但脸却是实实在在的祸不对版 最迷惑的是为了展现身材 在直播间搔手弄姿的冰淇淋 还不小心露了底裤 最后也导致直播间瞬间被封 现在我们再回看冰淇淋的照片 不但发现他就是靠着打擦边球的内容出名的 随着网络和直播平台的发展 流量市场的竞争也日益激烈 不择手段吸引眼球的人也是数不胜数 美颜技术和擦边球内容 无疑是最轻松且最容易见到成效的选择之一 冰淇淋就是其中一个例子而已 但相信大家也能看得出来 这样的毫无营养的内容是走不下去的 网红们滤镜下的虚伪面纱终会被揭穿 所以如果要吃网红经济这口饭 掌握一种独特的才艺 展现出真实的自己才是